恒大国脚现役于急失误,两人追不上吴磊,丢了这球彻底丢掉冠军,从0-1-1-1-3-2,再到3-3,再到最后的4-5,恒大与上岗的天王山之战,堪称中超本赛季以来最精彩刺激的比赛,在比赛上半场恒大4分中连入两球,将比分改写成3-2,带着这个比分进入到更衣室, 恒大球员的心态应该是非常美妙和轻松的,而上岗应该会更加有压力有些,不过下半场刚开场不久,乌磊就让上岗球员如是重负,吃了一粒定心丸,在比赛第50分钟,上岗中路组织进攻,胡尔克中场拿球之后,转身准备传球,而前面的乌磊已经蓄势待发,他游离在恒大的防守端,寻找机会, 这时候,胡尔克一个突然止塞,乌磊就是往前一领,得到皮球后直接形成单刀,而恒大身后两名裹脚尽管已经使出了全力,但是依然无法追上乌磊的步伐,最终他面对层层的防守,乌磊轻松将球打进,从慢镜头来看,乌磊这一球的站位选择非常关键,恰好站在了冯潇婷的身后, 而冯潇婷的站位选择,则可以用低级失误来形容,他没有与队友站在同一条线上,想造越位,却自己站在了无垒身前,作为一名老国脚,以冯潇婷这样的经验,是不应该犯这样低级错误的,最终恒大丢了这粒进球后,球员的心态自然,也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局面,面临的压力和上半场也截然不同, 在比赛第79分钟,恒大再丢一球,不时又被判罚一粒点球,下半场连丢三球,这也正是恒大球员心态压力大的体现,由于本场比赛无法取胜上岗,恒大想要争夺本赛季的冠军,基本已经没有希望。 。